你认为说这个案子 其实像许刘 牵涉的人太多了 蓝绿白都有 然后这个东西扯下去 现在才刚刚迅目 柯文哲之后 更多的人 更多的血流成会会出来了 是 其实今天周刊 而且台北市议会会死一半 对 因为其实今天 周刊的相关报导 我后来发现一个蛮奇怪的事情 就蔡卫如本来之前都没有被传 对 突然之间 就洪建议委员 就是指向蔡姐这件事情之后 突然之间就 蔡卫如的角色越来越大 那蔡卫如的角色越来越大 今天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她有写到 就说什么 我已经跟老板讲好的 这个薪水这件事 那我们有特别把它比照一段时间 发现她讲的时间点 是在2020年 对不对 就是2020年大概8月左右吧 那问题是 那个到后来蔡卫如离开的时间 是2022年 因为论文案离开嘛 所以为什么在2020年那个时间点 就想要帮蔡卫如张罗薪水 是不是有人想要把蔡卫如掉开 把它掉开 那因为你把它掉开之后 你一定要安插一个位置 才会有薪水这个问题 对 那你是不是在那个时间点 就已经有人想要牢牢地把柯文哲 抓紧在手上 那你有没有发现那个时间点 刚好是什么时间点 就三月的便当会 对 四月十五号 然后就开始 然后就所有一连串时间点 都从那时候开始 所以我其实不知道 所以你说便当会之前 有人想把蔡卫如给赶走 赶走或者是说 因为那时候她应该已经是立法委员了 就说让蔡卫如在民众党 或是在柯文哲身边的重要性 不要那么重要 可能把它弄走 第二件事情 后来蔡卫如两年之后离开 对不对 就因为论文案 马上谁替补上去 吴欣盈 会不会事实上 在那个时间点 就有人希望 可以取代吴欣盈的位置 取代蔡卫如的位置 想要把他给弄走 所以才需要帮他张罗 不管怎么样 反正我觉得 从这个持续点看出来 我觉得蔡卫如在全案 当然你也可以说是前传的 就是392到560这个部分 他可能有参与 但从560到840这个部分 他显然是当时不在位 但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是 民众党里面涉及到这个案子 或是从头到尾这段时间 你都知道的人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黄珊珊 但是他倒却是唯一一个 到目前为止 安全的 连证人都还没有被传的 所以我是不太理解 简调的办案的一个tempel 但可以知道就说 就算金华城案真的 后来之后起诉 其他案子也还在继续 侦办当中 包括北市科 包括我们都知道 像是那个吴欣盈这个部分 也都还没有进一步去谈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为止 为什么好像这个整个 侦办重点会锁定蔡壁如 我觉得搞不好是有个玄机 好 四周 另外就是今天大家非常加势 又有媒体直接点出了 蔡壁如的角色 本来以为说蔡壁如 是整个民众党的防腐器 之前讲说为什么柯文哲 在第一个任内的时候 都没有出过状况 他们之前不是讲吗 柯文哲你所有的行程 你要接什么的电话 你要跟谁吃饭 你要跟谁谈事情 都要有一群人帮你把关 这把关的头就是蔡壁如 因为有蔡壁如的把关 才不会有出状况 那就相信他不是防腐器吗 那应该是最干净的 你怎么会也卷在里面 对 没错 实际上看起来的话 蔡壁如似乎是在560的时候 392到560这一意里面 他应该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实际上我们在2019年 当时民众党要创党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说 蔡壁如其实是民众党之母 原本好像宋建这个事情来说 这个柯文哲一下子三心二意 三心二意 听说就是蔡壁如 最后他宋建之后 变成是民众党能够成立 所以其实在创党之初来说 钱很多事情 都是由蔡壁如来管的 就没想到后来 因为他们因为钱的关系 让蔡壁如跟柯文哲 也慢慢产生了一个嫌隙 不过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发生在 因为从2020年的3月开始的时候 当时我们知道 不是这个当时的柯文哲 有开始便当会 便当会开始之后 柯文哲跟这个彭胜生 有密会 密会的时候 当时柯文哲就说 我有这个要创立民众党 那这个时候 可不可以跟这个 沈静晶他们说 我有资金的需求 也就是说 沈静晶需要从560 升到840的过程里面 那柯文哲需要钱 所以双方一排集合之后 就达成了互相帮忙的 这个协定 这是朱瑶虎所说的 这个政治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2020年3月的时候 当时我560已经确定了 可是我还要往前推 想要从560变成了678 在678的时候 现在媒体的报道是说 当时沈静晶还有朱雅虎 朱雅虎 沈静晶 跑到政府是跟柯文哲 还有彭正生 那时候柯文就提到 我成立民众党有资金缺口 对 没错 那后来不是说 已经开了这个 所谓便当会之后 他不是有会了这个 4月1号会了这个 210万吗 对 210万我们之前都知道说 他写给这个李文中 然后写的这个 小沈很小气 7人这个210万好了 但没想到宝姐 上现在才知道说 不是只有写给李文中 他还写给蔡碧如 还有当时的这个 民众党的第一任的 这个秘书长张哲阳的 这个状况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 好 那紧接下来 4月1号写好之后 紧接下来的话 4月15号不是 就已经有决心 有这个所谓三个这个方案 就开始送到这个都审会吗 那紧接下来的话 在那一年的8月的时候 这个这个朱雅虎 又line给这个柯文哲 就说什么 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如姐的这个薪水 老板会解决 所以哪 等等等等 蔡碧如的薪水 关 关柯文 不是 关沈经纪什么事 关朱雅虎什么事 对 目前为止来说话 是整个主要传出来 是说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如姐的薪水 老板会解决 好 那事实上如果我们用时序来看的话 当年的时候 在这个2020年的1月的时候 因为当时的民众党有 这个选到不分区的立委 那蔡碧如 他当然当了立委 当了立委的时候 在同年8月的时候 朱雅虎有传来告诉柯文哲说 我跟老板讲好了 碧如姐的薪水会解决 那你到底你给他的薪水 是什么东西 这什么有薪水 因为台信是立法委员 他有薪水 那你给他薪水是什么 所以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那个薪水是另有所指 指的是什么样的部分的薪水 另外因为他在 这个2022年的10月 他才是因为论文风暴的时候 他才请职立委 最后是吴欣颖递谷上去 所以等于是隔了这么久的时间点 所以现在就有人说 这个碧如姐的薪水到底是什么 还是说他其实只是一个代号 还是个代称 否则你用这个时间点来看的话 其实有点有点习惯 那蔡碧如很强一眼 他说没有这回事 他还要告金周刊 对 所以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是这个是朱雅虎说的 朱雅虎这样的言之早早 那你看透过之前的这个 我们议员也有爆料过 他这个朱雅虎有写信给蔡碧如 实际上证实说 蔡碧如恐怕不像他当初一开始 我们认为了他好像跟这件事无关 他事实上好像也是当事人之一 允许你刚刚讲了一个兴趣就是 克美兰他们是千里为官只为财 大钱小钱都要骗 可是现在看到柯美兰是 你连你爸爸的生病都可以拿来利用 当然啊 你想要骗钱总要有一些手梗 有些口号 有些东西可以卖吧 所以现在柯美兰把谁卖了你知道吗 他自己把他爸爸卖掉了 为什么会这样讲 因为大家其实都不知道说 到底柯爸爸目前的身体状况是谁 就柯美兰自己跑到台上说 哎呦我只能自独自面对我爸爸 我爸爸那个生命 我爸爸那个状况 然后讲的哇这个声泪俱下的 结果他把自己爸爸抛到台阶 说我哥哥都没办法陪他 演的这一出戏 我看到我都快三男落泪了就把这个 演得成这样子是很好啦 小草也要快哭了啦 结果你知道当这个眼泪 一公升的眼泪 已经在演讲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 有人来辣掉 谁来辣掉 蔡壁卢跳出来了 蔡壁卢说不是啊没有啊 可是可不可以车主席有去 去见过了 那看过他爸爸了 那我们戏不白眼了 那白眼了 眼泪都白哭了吧 所以当然柯美朗当然生气啊 因为蔡壁卢还不是讲 还讲得很详细喔 说有啊 好像就有一天 半夜的时候 跑去看他爸爸 而且呢 还有人拿着他爸爸的病例 眼给柯文哲看过 所以代表柯文哲 不只是看过他爸爸 连他爸爸的病情 连他身体状况 全部一清二楚嘛 那你这一部戏不是白搭了吗 戏台都搭好了 结果蔡壁卢开台 怪手卡车 直接把这个戏台给撵过去了 所以你知道 柯美朗怎么样吗 生气了 有雷共烘顶 有雷烘顶 气炸了 为什么 他就直接说 哎 拜托一下好不好 跟蔡壁卢讲好不好 叫他闭嘴 哎他讲话很重喔 不要讨论我的家人 请蔡壁卢 你没资格泄露我父亲的病情 不要做一个令我厌恶的人 直接就这样破口大骂 在你家的病情谁泄露的啊 他自己泄露了嘛 我想蔡壁卢讲的根本不是重点 是那个 他只是刚好媒体站在那边 因为蔡壁卢是这样 有人赌他就说 哦哦哦哦 好有人赌我就讲啊 哦没有啊 柯主席对啊 他确实是已经去看过了 而且看过之后呢 他好像那个心脏 做什么支架什么的 而且他又有看到病例 所以没问题啊 但你知道 真正立柯美兰 最生气的是什么吗 蔡壁卢不只一次拆他台 重点不是在于什么傍晚 在于晚上 重点在于说 你连柯文哲去看 然后连他的状况 连那个病例 原本民众长怎么讲这个病例的 说没有 你不要乱讲 柯文哲都不知道 怎么会给柯文哲 柯文哲被压在里面 什么都不知道 连他爸爸住在家乎病房 都不知道 对啊他就不清楚啊 柯文哲不明白啊 所以你知道吗 就是这时候蔡壁卢 他才会再吐一句说 没有啊 他就是绿丝绿剑的时候 讲的白纸黑字 详详细细 但你这样柯美兰 脸色挂到哪里去了 他整个给你洗面洗到这样 而且你要了解一件事情哦 讲这句话 的确他有愤怒的理由 的确 他有金光党行骗到一半 被人拆穿的愤怒 但保洁哥他有个理文本 什么叫做没资格 什么叫做有资格 什么样的人有资格讨论柯爸爸 你用的是没资格三个字 你没资格嘛 因为代表 第一个我柯美兰是谁 拜托 你柯美兰也没选上什么立委 也没选上什么官职 讲白论你就是一个医生 说穿了 从头到尾你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是柯文哲的妹妹嘛 谁有资格聊这件事情 啊好理工卡 何瑞英有资格聊嘛 柯妈妈有资格聊嘛 柯文哲有资格聊嘛 柯美兰也没资格聊 那为什么蔡壁如有资格聊 因为他不姓柯啊 蔡壁如从头到尾就不姓柯 你充其量 只是在柯文哲心目中 你要想想看 柯文哲说 我跟你讲我是医生症啦 这家的狗谁先回去啦 他把底下的人都当成狗 鷹犬 为己所用的鷹犬 充其量蔡壁如只是最大的那一只 顶多称得上你叫做家奴 你根本就称不上我们柯家的人 你有什么资格来聊我们这些话题 所以你看啊 陈志涵讲这个话 这是什么 用狗咬狗 这是他们的逻辑嘛 柯文哲是不是讲过这句话 我跟你讲 我就是想要咬几只疯狗 让他去咬人 为什么会这样 你看马上叫陈志涵 你去跟他对打啦 就说你蔡壁如的问题 我叫陈志涵来处理啊 所以你看 柯文哲根本不可能通信啊 不可能看到柯爸的病例 蔡壁如说法许多错误 不是事实啊 结果被打脸 啪啪 因为为什么 律健又讲白 病例又跟案情无关 为什么我不能给你看病例 我在跟你律健的时候 蔡壁如说 这个病例就是在律健的时候 拿给柯文哲的 对啊 所以律健的时候 因为你只要不要 泄露相关的 或者是串购 或跟案情有关 你要讲今天天气如何 知道台风来了没 那个绝对 没问题的 是哦 对啊 所以你看 所以收押禁健 不是说什么都不能讲 他是禁止通讯嘛 就是你不能有串购 泄露案情的问题嘛 但是你跟我讲 你在整个中文讲的 律健的时候 其实连检方都不能偷听哦 他只能闻色旺 就是说看看 你有没有偷塞东西给他 你有没有干嘛 基本上 其实你们要聊什么 我们讲 检调也不能 不能去介入嘛 因为他有可能 我们讲被告 有所谓被告的什么 抗告权啊 我有我所谓的律师权啊 所以你不能来渗透 来去了解到 我想要怎么进行 什么样的策略啊 所以你看这个情境 共同下下 现在演变成的局面 从一路科美兰 变成是谁 现在是蔡壁如 跟陈志涵 这个党内的两股势力 两股势力 当然两股势力啊 蔡壁如想要干嘛 他一新闻奖就爱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柯文哲 所以他绝对是真心 为了柯文哲好 我相信 但是有另外一股人 是什么 他不一定爱柯文哲 但他跟柯文哲一起干坏事 一起做坏事 所以这群人就叫做 陈志涵就叫做黄珊珊 另外一个叫做柯家人 也就是柯文哲 家天下里面的柯美兰 现在讨论柯文哲安的时候 我只想讨论柯文哲 他们家其实我不想滥杀无误 不要随便来讲话 雷公卡啦 我在想 难道第一个被雷公打到的 是他吗 而且按照吴东也讲 他当眼科医生的时候 医术 医德 医技 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 怎么一重整了以后 卷了这个卷法了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怎么变了呢 居然发狠 发狠说 转告蔡壁如 你没有资格泄露我复兴的病情 请不要做一个令我烟雾的人 你爸爸的病情不是你泄露的吗 不是你拿你爸爸做政治操作吗 难怪 你的头发Q毛了 把他跟我们天上姓某 我们天上圣舞 我们的柯妈妈何瑞穎讲过什么话 他说你如果黑白说话让雷公卡 我现在相信了 柯妈妈是对的 因为真的 我跟柯美兰 他的发型黑白说话 Q毛了 就像是让雷公卡对了吗 那为什么他黑白说话 我要说个分明 第一个 哎 拜托一下 现在如果说把这个 爸爸的病情拿来消费 拿来我们讲的 给社会大众 摊在阳光底下 是谁干的好事情 就你干的啊 柯美兰跟的 就柯美兰嘛 跟这个李国璋嘛 说什么哎呦 骨肉分离 就你们两个联手 把这件事情都出来嘛 例如破了你的局嘛 你要把你们家做得很悲情嘛 我爸爸已经在家无病房了 我哥哥都不知道 搞得我们家骨肉分离 但是我们家绝对不会退让 你拿你爸爸的状况 来跟这个社会来对抗 你拿打他来给苦情牌 结果 譬如说 柯妈妈你已经去看过了 破功 破功之后 他就跟小丹收起 把那个这分两个层次 第一个 他们也要咬咬是什么 就是柯文哲见不到爸爸 骨肉分离很可怜 在牢里面的苦蹲大牢 然后呢 明明爸爸身体不舒服 很想去探望却不能探望 再第二个 他没有提到柯文哲的儿子 明明是海外吃香喝辣的 还跟你讲说我吃卖鱼饭 但这件事情他们不提 但不管这个局用出来是要干嘛 给小草觉得热泪 阴筐觉得柯文哲受我虚诊 柯家的时候打压嘛 但是偏偏这时候有一个 我们讲的不长眼 是谁 蔡壁如 你问我我就讲实话 有啊柯文哲时报 去看过了啊 晚上去看的啊 而且人家还拿病历书 给柯文哲看过的 所以柯文哲生不生气 当然生气嘛 而且蔡壁如今天特别强调 柯文哲在里面 的确已经看到了病历 他是透过绿件的方式 所以你不要再告诉我 柯文哲连爸爸住家呼币房 都不知道 这个中间还有一个过程 是先讲说有病历 然后民众挡气扑扑 怎么可能病历 蔡壁如说有啊 律师有拿给他看啊 所以他是连续两次 都把人摄好好的调 可是陈志还不是讲 蔡壁如讲的都是错的吗 你知道蔡壁如做的行为是什么吗 对于我们讲柯美兰讲 我在打麻将 结果你跑过来说 你那个二条怎么不赶快把它打出去 害我原本可以胡牌 可以停牌的 都被你搞一个辣椒 但各位你不要误 还有第二个层次问题 为什么 蔡壁如不管再怎么跟柯文哲亲近 我请问一下蔡壁如姓什么 亲蔡 他姓蔡嘛 而不姓柯 柯文哲的家族 你从橘子的脉络 从何瑞英的脉络 从柯美兰的脉络 到柯文哲的脉络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家天下 是他们贯串整个民众党 最重要的一个GNA嘛 对于柯文哲而言 现在是能够利用的就利用 能够打杯琴牌就打杯琴牌 而且只有谁可以 只有姓柯的可以 我们这家人有资格消费 我们这家人 而你蔡壁如 你只是个家程 我们常讲 你现在看政治都是虚实时间 昨天胡同已经讲了 现在民众党在搞这些东西 什么赖政府搞什么鬼 现在听听赖政府的鬼故事 其实都不是在帮这个 所谓的柯文哲 大家干嘛 都在做 所谓的柯文哲之后 我怎么样来夺权 是 现在民众党 真的已经打到头破气了 为什么你光看现在出来的几个 之前那个有民调 说如果柯文哲 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当主席的话 那谁有可能会上来 黄国昌 蔡壁如 我们想说那可能差不多就这样 因为黄胜胜已经被停党权了 这个没有办法继续 结果没有 最近我发现柯美兰的动作非常多 你知道柯美兰这个动作 多到有点不太寻常 包括在10月19号的时候 在清楚这场讲到这件事情 那时候呢 他自己讲到他父亲的 一个身体状况的东西 后来就大家都开始讲说 哎呀那怎么可以真的 柯文哲的人在里面 完全都不知道他父亲的一个状况吗 隔一天突然没分 蔡壁如马上就说 没有啦 其实前一天也就是10月18号 已经看过了 然后呢我们本来以为 好那可能是中间有沟通 这个没有讲清楚而已 大家就这件事就花句点 没有这把火急需在烧 包括柯美兰 竟然在一个1700人的群组里面 痛斥 就是蔡壁如就说叫他 不要再讲我这样的事情闭嘴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要存为我最讨厌的人 大家心想说不是 你们现在往内互打要干嘛呢 就有人直接点啊 因为现在民众党 这个党代表大会 党代表的一个选举 在12月7号即将要登场 党代表要选出什么 选出所谓的中央委员 中央委员最后要选出什么 选出党主席啊 所以这一关一关是环环相扣 但在目前为止呢 其实柯美来连所谓的中央委员都没有 所以呢他如果要问鼎这个中央委员这个位置的话 他可能在这个部分 他就要先布局 今年1月的时候 蔡壁如一度传出要回过去当中央委员 那时候大家还直接问到柯文哲说 你那个外传蔡壁如要回去当中央委员 是在1月21号的时候 柯文哲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 他说这个要走党内的程序 后来到了2月6号2月7号的时候 黄珊珊马上就说 目前没有这样的安排 2月7号中央委员开会选举的时候 确实没有蔡壁如 所以那时候事实上 他们已经有意在提防蔡壁如 不让蔡壁如变成中央委员 但是蔡壁如目前为止 包括江和树 还有包括他以前医疗体系相关委员 在目前的中央委员里面 他应该至少有过半的一个掌握程度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柯美兰 会跳出来炮打蔡壁如 不知道我们刚才讲 看这次都有虚实的两面 虚实的两面在表面上是 怎么柯美兰去骂蔡壁如 跟蔡壁如说你没有资格谈论我们家的事情 然后我们看到了战狼小姐姐 陈志涵就出来跟他对干 对干蔡壁如坚持说有啊 真的有去看的 而且通过绿建的时候 把这个并利给了柯文哲 跟你说这都是表面 这都是玩假的 真正的他们在夺权 12月7号党机器改组 这个党代表改选 然后到什么呢 到12月下旬 要选出新的中央委员 所以再怎么给他拖 拖到新中央委员出来的时候 他们必须要共同面对 这个没有党主席的事实 因此依照民众党的规定 他必须要在12月或是1月初的时候 要选出这个 共同推出一个代理党主席 那这里面很简单 据我了解了 我们的毕如姐对这个事情 非常有兴趣 然后黄国昌不在话下 当然也一支 你看做这种非常暴冲 不合理的这种 他把这个 把这个柯文哲引解释成训道者 对 这个变成saver 支持柯文哲 一步不让 民族的救星 这种荒谬的事实出来 看到这两个 这两个都是有意愿的人 因为另外还有一个 第三个人 叫做林复兰 利用他的党主 他的这个后话 帮他这个发言 在美女上面讲什么东西 说这个林复兰 是柯文哲指定的 一代招 对 一代招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 就皇帝挂了嘛 他指定你当皇帝嘛 所以说真正的心态是什么 你知道吗 所有人都知道柯文哲挂了 这是真相 没有人期待柯文哲出来 都在等 我每次问的民众党 说我们一个一年 有1.6个亿 有1.6千万可以领 这个党主席有得干头 还有八个例 大家都在想这个东西 八个例 谁理谁 当然所以为什么 今天黄国昌最积极 本来应该是黄珊珊有机会 结果被我们被中评委 搞了一个停权三年 完蛋了 所以在民众党内 一点机会都没有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这些人都脏了嘛 这些脏人继续搞民众党的话 民众党一定是团灭 好 雨萱 另外就想传出来说 这个下个礼拜 柯文哲周边有几个关键的人物 都会收到传票 都会被约谈 现在他非常好奇 到底是谁 因为现在整个政坛众缩纷 甚至我都没有想到 连蔡壁如都被点名了 宝兰哥现在出大事 你知道为什么吗 民众党我们现在讲黄珊珊 陈佩琪 陈志赛 蔡壁如 基本上还讲男性已经我们讲完全阵亡了 因为柯文哲倒了吧 剩下这些娘子军 终于修都被约谈了 终于修脸都清了绿掉了 走出来了 原本讲说受果仅存的 只剩下母姐会 娘子军 结果现在肥姐 只剩下一个消息出来 这个礼拜 就这个礼拜 即向要约谈 其中一位女性重量级大咖 所以当然现在四个每个都人认自为 大家都猜说到底是谁嘛 有人讲说会不会是黄珊珊 但我讲不是黄珊珊 不是黄珊珊 他直接走出来说没有 我没有收到船票 跟我没关系 金华城 我都完全没有关系 这么厉害 他现在闪圆圆了吧 所以黄珊珊还逮不到 那再来有人怀疑说会不会是陈佩琪 佩琪 因为佩琪很简单嘛 整个私账 内账 到买豪宅 到这个鼠票 鼠钞票 所以陆约谈他有可能 但我跟我讲 为什么可能不是陈佩琪 因为陈佩琪一定是留到最后那一刻 要收网 要抠起来 整个全部都撩起来的时候 才会去冻陈佩琪吧 抠酒店奥帝 他是那个奥帝 这不是陈佩琪的规格嘛 我们要除你懂娘的 绝对是我们讲的 抬花轿去把他抬过来去背景嘛 所以大家怀疑说 再来最有可能就是这两个 一个叫陈志涵 一个叫蔡碧琪 那为什么会说怀疑到蔡碧琪 最主要那封信 392到560 那个时间点跟现在我们讲的 560到840是不一样的喔 但那时候 请问一下朱雅虎跟谁陈琪 蔡姐 他是不是写信就找蔡碧琪嘛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脉络 从这个来爬出来看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蔡碧琪有非常高度的可能性喔 因为你看喔 土林周明 我们讲的 回国后金华城 陈青仁 希望安排和林副市长拜会 因为他们当时真的到560了 对嘛 所以那时候就是 要讨论这件事情 是不是有监察委员 那蔡碧琪当中我们没有扮演角色 所以如果392 560有问题 蔡碧琪也会出问题 所以牵连这么广 但还有第二种可能 各位为什么也有可能蔡碧琪 因为蔡碧琪是 动望基金会曾经的董事 他们现在说 要去查蔡碧琪 最主要是因为 怀疑众望基金会 当初成立的资金来源 很有可能就有问题 因为不管是众望 不管是新顾乡保险哥 請问一下背后都是谁 李文中嘛 李文中跟谁趴头 朱雅虎嘛 所以合理怀疑的说 如果说朱雅虎 当时把这些账的款项 汇款提供给李文中 而李文中把这样的钱 拿去做为基金会的陈立跟石佑 蔡碧琪这边也会跑不掉 但各位 还有一个谁 就陈志涵嘛 陈志涵讲过说 说说 下一个刘宝杰和乌子佳 董事长都要被约谈的 真是高招 所以保险哥你要理解这个概念喔 我要被约谈 那乌子佳也被约谈 吓死了 你要理解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最重要的是什么 今天这些人我请问一下 跟巩固 土力罪有没有关 在我看来 关联甚小 因为土力罪要巩固才是减量 现在当成最后问题 再第二件事情 请问跟金流有没有关 除非说只有唯一 蔡碧琪可能性比较高 但那个东西也是基金会的成立 现在已经确认的是 包括1500万的交付 包括我们讲210万 事实上金流部分 去扯到这四个人影响不大 唯一一个最重要的可能是什么 如同刚才吴子佳同事长讲的 USB我两个人 那个名单有40个人 我两个人 两个人 一个人 慢慢临持你 我四个月把这些建商 这些老板 一个一个叫来 但不要忘了 还有另外一边可以临持 是谁 民众党啊 周渝修 我是不是把你叫来 戴宇文 其实戴宇文是会跟这个案件 有什么大关联 所以你如果从政治的角度上来看 要修理民众党 要让那个大嘴巴闭嘴 陈志涵 这个陈志涵 绝对是最好人卷 真的高招 好 我懂你的好朋友 李瑶晨你讲过一个 他怎么做学问 上穷弊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我现在看到北修在办这个案子 也有那种上穷弊落下黄泉 动手动脚找东西 搞得根本不是五大案 六大案 你而且恐怖在哪里 恐怖是你跟柯文哲 我只要查到你有任何金流往来的 我全部要查清楚 我认为这个礼拜 或是为不久的将来 要约蔡壁如的可能性 有非常大非常大 真的假的 我个人认为超过五成以上的机会 要约蔡壁如 蔡壁如太重要了 因为蔡壁如 第一个跟柯文哲 现在关系恶劣 第二个他高度的仇恨 这个陈志涵跟黄珊珊 所以只要约蔡壁如去 蔡壁如可以讲五个小时讲不完 我跟你讲 他可以多去几次 证人费一次五百多块钱 可以多给他 因为台中回来 可以给他两千块 所以我建议北修 确实应该要早点约蔡壁如 那不是 蔡壁如不是 他不是共犯 但是他是最好的侦察官 他知道太多故事 他知道太多秘密 谁跟谁怎样 谁跟谁拍拖 谁跟谁吃饭 谁跟谁怎样唱歌 他通通知道 是找就给找他了 他第一次知道一大堆 蔡姐 蔡妈 蔡妹都可以 那个猪牙虎那个不是重要的 我们民进党这个洪建议员 他是个土包子 他不懂 检察官当然想约蔡壁如 但是不是问他有没有涉案 是请他提供他们这些家伙的人脉关系 背景资料 他太了解了 每一个人都是蔡壁如带出来的 他们身上几根毛 蔡壁如清清楚楚 只要预约 而且要多一点时间给他 要多给他举杯咖啡 让他慢慢谈 他可以讲非常多的内幕给大家听 如果蔡壁如从头到尾都相信 阿伯绝对没有问题 金华城绝对 绝对是完全可以值得信任 请问你为什么要替他一脚问他 你就是有问题 你心里面也都起疑了 你最好的朋友都起疑了 你才问他 他告诉你说 不要侮辱我 绝无此事 你就相信他了 所以事实上除此之外 包括民众党相关的 等于说 他现在已经不是发言人 已经是他们的民众党立法院的 那个什么办公室主任 党团主任 那么他陈志涵又出来讲说 又出来针对说 大家都忘了那时候阿伯呢 在疫情期间把台北市守得多好 那么他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的 为了三年 三年 因为我住在新北市 但是我们上节目干什么 评论都在台北市嘛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那天开车载着我太太 从华江桥下来 然后到了西原路的时候 到了这个等于说 那么和平西路的时候 看西原路口的时候 8888我们两个的简讯同时接到 为什么 细胞简讯 为什么呢 因为在万华的阿公殿 出现了确诊者的足迹跟破口 还记得吗 那时候 那时候他们怎么讲 那时候 把这个万华忽明化 错 我们从头到尾不去怪万华的老百姓 跟他们没有关系 因为那是外来的人 其他限制的人来万华消费 他确诊了 所以他进来了以后 在这个地方有相关的足迹嘛 可是问题来了 我请问一下 当时我有好朋友 竹联邦的朋友 天道蒙的朋友 在台北市开酒店 每个人都有登记你的实名字 然后还有戴口罩 都有 都严格要求 可是万华阿公殿没有 万华阿公殿 为什么没有人去要求呢 看完则摆烂 在巷口有伊拉克小平 您是万华的议员啊 我相信钟小平非常了解 万华的那个门口 对不对 有这个来自于 国外嫁进来的这个 等于说外籍的这个 等于说女子啊 在拉克拉一个 拉一个拉进来里面 然后领几百块 这叫伊拉克 我三十几年前 开始在曼嘎 跑新闻 我在曼嘎 我告诉各位 曼嘎阿公殿 总共有300多家 最多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特性 他们呢 从晚上开始营业了以后 到一定的阶段 这个阿公店他会关门 但是同一批小姐会到哪里去 会到另外一家阿公店 跑来跑去 我问你 你知道吗 如果有一个客人 因为你当时台北市长叫客人 没有做好 会怎样 会交叉不断的扩散出去嘛 我们在讲的破口是指 这个不是污名化曼嘎 不是污名化万华 请问你有弄好吗 还有华南市场你有弄好吗 华南市场 我跟你讲 他发明了多少 那个真的有用啊 下去做下去做就有就好了 发明一大多乱七八糟的什么 这个什么 冷区殲灭战 热区围堵战 同心圆计划 还有暴力性的处理 关门打狗方略 交土战术 这个全部他发明了 全部发明了 用在哪里 用在华南市场的事件上面 半夜接到电话 客人只说他睡不着啊 或是怎么办啊 我醒了什么事 他决定用暴力性的处理 全部打疫苗 那时候人家疫苗 那时候台北市还几万个医副人员 没有疫苗打 人家跟他讲说 你不能乱打市长 你都乱打的结果 疫苗很可贵啊 乱打的结果 万一打到确诊者 这个疫苗就浪费掉了 他不管 他就打下去 最后 发现有四十一个人确诊 这打的疫苗 全部变成废误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然后最后还请王毕胜来解围 还骂人家王毕胜说 不是出一张嘴 都是我们在做 这就是柯文哲的真面目 好 喂 刚刚讲的 现在民众党已经为了 后柯文哲时代做准备吗 现在黄国昌 现在的这个蔡壁如 大家都已经磨刀祸祸了吗 刚刚我听阿苗在讲 现在目前民众党已经非常危险了 因为三头马车 会怎样 会车裂 目前是黄国昌当头啦 可是有讲林富南啊 那是柯文哲指定的中央委员啊 还有一个人 我现在马上直接点出来 蔡壁如 第一次被讲到蔡壁如的时候 黄国昌的回答 我觉得有点不妥 他说台中市的顾问他不可能 等一下 我可以不干台中市顾问吧 蔡壁如如果不要干台中市顾问的时候 他不能回来吗 所以这个目前的点就在于两个阶段 第一个柯文哲这个状况 我知道民众党支持他 可是他不能下决定嘛 两个月的积压 甚至还更长对不对 所以呢 今天是直接问 柯文哲因为进华扩案受到司法调查 该不该辞掉民众党党主席 或者是对他进行停止党权 刚刚秒在讲 没有错 黄珊安指示 总干事没当好 停权三年耶 现在是直接被收压 说没有没有 我们没有任何处分的问题 安东公正的双标党啊 党主席出事了 可能要被起诉 或者是哪一天被起诉 看起来黄国昌也认为被起诉 你都不处理 这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民调是 66%认为说 柯文哲他应该要辞掉民众党党主席 或者是停止党权 好 那把这个问题来 第二个就来了 那谁接党主席 那谁接党主席 黄国昌也认为被起诉 你都不处理 这会有问题 所以今天民调是 66%认为说 柯文哲他应该要辞掉民众党主席 或者是停止党权 好 那把这个问题来 第二个就来了 那谁接党主席 那谁接党主席 对 那现在目前我所知道的 今天第一次在关键上跟大家讲 他们还是割舍不掉柯文哲 因为他就是一个创党人物 可是 既然没有人敢接党主席 好像也不该这么做 太残忍了 就算一省有罪 那说不定二省翻牌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现在方向会是 找一个人当副主席 所以当副主席的人 他就是 我没有取代柯文哲 我只是副主席 可是主席被关 主席在处理相关的官司 所以副主席就形同是实职的主席 或括号代理主席 可是名称叫做副主席 不会叫做党主席 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现在只有他做C位 然后呢 关键来了 保杰哥 这个话题已经被问了一个月了 黄国昌永远都讲 我们关键很早就讲 没有这个问题 见缝插针 我跟主席之间 对不对 这个感情非常的鉴定 但是今天很重要的 我看到有点吓一跳 大家在问他 记得问他说 民调讲说 应该要辞掉党主席 或是找人逮代理主席的时候 他说五个字 我们会参考 我们会参考 他就说他要参考民调了 对不对 刚才讲的 现在民众党真的是乱成一团 乱成一团的状况 刚才讲的 蔡壁如也出手了 他现在就抱怨 我们知道 选不是只有选总统 地方的立法委员也选 立法委员基本上 某种程度也是在帮总统扛教的 两个是命运共同体 就要说 怎么我们地方的立法委员 在去申请经费的时候 有一股力量 把我们去挡住 完全不给我们任何的钱 那他想说是谁 他说就是黄珊珊 说你不要当渣男 你嘴巴讲的跟你承诺的 完全不一样 后来讲说 那只有民众党不给钱吗 没有哦 民进党 刚刚讲的收入 跟国民党的收入 他们都有三千多万四千多万 是给谁 是给他推荐的公职人员候选人的 竞选经费使用的 国民党有给 民进党有给 可是民众党完全吃毒食 完全把它包在自己身上 那你说包在自己上很合理哦 没有 其实我跟他们讲 柯文哲跑到财中 理都不理 一毛都没有给蔡壁如 然后呢 你去吃大餐吃好东西 蔡壁如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蔡壁如在选举的时候 大家讲说他真的是阿兴 为什么 因为要人没有 要钱没有 事实上那一段期间 我跟他非常密切的联系 他常常就是抱怨说 我其实也不是要什么东西 我就希望你民众党中央 能够派点人 下来这边来帮助我服选 所以你知道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吗 人没有 钱没有 什么都没有 他说No 连志工 我跟你讲哦 我在选台中立委帮忙小潮的 向中央请款 请不动 有一组人却轻易通过 换言之 要人没有 要钱没有 但是各位啊 你会想说不对啊 民众党中央就很穷啊 很可怜啊 不是这样 我来数给你看 来首先是民进党 民进党的时候 党中央一样 得到了差不多1亿1596万的政治现金 他们花了多少钱 在地方的政治人物上 来哦 选务支出这边就有6300多万 但是光是公职人员候选人 竞选费用有3347万 换言之 他就支出了3000多万 给地方的选举的人士 地方的党务人士 去联合应用 而且为什么我还要特别念前面这条 选务费用支出宝 你知道吗 他们会举办联合造势活动 你懂了吗 所以 这个选务费用的6343万 是我的联合造势 也就是说我今天到台中 我跟台中的立委 我到了高雄 我跟高雄的立委 还有就是 我今天有些东西 我就是直接去帮助我的地方公职的 结果柯文哲什么都没有 你捐了 你等于是募了这么多钱 而且我们这两天可以看到 你募了那么多钱 照理你是花不完的 你如果花不完 你还结余6000多万 如果结余6000多万 你至少 你去支持你的地方的候选人 是有帮助的 全部放口袋 完全没有 来 各位我直接给你看 我们分两个区块 第一个区块是柯文哲 他的总统进取专户 总共三亿四千万 另外一个区块叫做 民众党的政治先进专户 来 多少钱 8427万 来 这时候有趣的来咯 花在选务支出的多少钱 各位来 0元 0元 完全没有花 好 那算了 没关系 雨萱可能花在别的地方 来 推荐候选人 公职人员之竞选费用支出多少钱 0元 又是0元 所以换言之 柯文哲没有花半毛钱 没有用党中央花半毛钱 在选举上 在我们讲的公职人员候选人上 今天你知道我看到许甫这位大哥 这个讲法我真的是头都痛起来了 我只想说你薪水这个别领 他说是什么 他说有啦 我们有支出啊 支出就是我们文宣部 举办很多活动 所以这个开支大概2800多万 那大家会说不是啊 许甫 我问你的是说 你为什么不去帮地方人员 只有你民众党这样子也就算了 今天人家民进党有没有给 有给 国民党有没有给 都有给 只有你民众党不给 好 那你如果说你没有钱 你就算了 咱们我们看 人事费用 业务费用 民众党3600万 业务费2810万 你在对比民进党 你的人事费比民进党高 业务费也比民进党高 你的人事业务费开销更大 结果 你说该给人家公职人员的钱 0 保雅哥你还没有注意到最好笑的 来 我跟你跟你讲 结余1356万 或许之 我有钱也不给你 他说我有钱也不给你 而且你不要忘了 总统大选禁止中 还剩多少钱 6000多 我宁愿便当96万 我就是不给你蔡碧如 我剩1300多万 我剩7300多万 加重起来 我就是不给你蔡碧如 你能拿我怎么样 所以蔡碧如才会这么生气 蔡碧如才会今天发难 刚刚讲到 在台中的时候 只有卢秀燕帮他 只有卢秀燕跟他做联合造势 结果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先就炮打党中央 而且我们还去算 那如果先这样子 柯文哲有没有去台中 柯文哲有去台中 柯文哲刚刚讲 我们去算了一下 柯文哲有去台中 而且他坐高铁去 坐高铁去以后 他到了台中 还到了一个台中 我现在才知道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叫做庆园村 这个地方去吃饭 庆园村吃饭了以后 刚刚讲 你吃一餐2万6 吃了2万6以后 你还住在一个 还蛮舒适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饭店 结果你花了这么多钱之后 有没有一毛给这个蔡壁如 有没有一点点的 这个所谓的 这个雨露军师给蔡壁如 都没有 柯文哲太过分了 你知道过分的 原本他们是想说 要去台中参加这个小物实体快闪变 结果没有想到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屏东工厂大 我各位还记得吗 所以他说 我们大家哀悼一天 所以那一天不出现了 结果没想到 柯文哲人还是跑出来了 跑出来之后 明明取消了活动 又跑出来真的变快闪 想说你到底来这边干什么 因为你活动取消了 结果后来发现 有有有我们找到了政治现金 终于知道柯文哲去干嘛了 来 112年9月23号 原本快闪的那一天 结果他花了2万6703元 说雨萱 所以他是真的 为蔡壁炉付出了吗 不是 餐费 吃饭的 吃饭啦 吃饭 烘腿大啦 我是烘腿的 我要吃辣好料 他吃什么好料的 他吃我们讲这个庆园村 70年的老店 结果 一个人呢 我们讲的大概600块以上 柯文哲 夯不浪当 一吃就吃了 2万6千元 结果 有钱拿总统大选竞选经费 浪费2万6千元 点人不知道什么好料 这一项也才300500 我们讲的随便几项 也没多贵 最贵的你看 青葱蜜酱牛620块 你怎么有办法吃到2万6千元 而且我就怀疑说 柯文哲根本就专程去吃这个庆园村的 因为他要当皇帝 皇帝他最喜欢谁 他最喜欢毛泽东 毛泽东最有名的一首诗叫做 沁元春雪 习秦王汉武 骚训风采 唐中寿武 略训风潮 一带天桥 沉浸四汗 指示湾东射大雕 巨王毅 输古今风流人物 淡看今朝 对 所以我们讲 毛泽东是谁 毛泽东 柯文哲一直说 我跟你讲 我是毛泽东信徒 我想办公司里面 挂着一幅 毛泽东的画像 所以你就知道 原来搞懂了嘛 行程确实取消了 但柯文哲心心念念的 我们今天餐厅都订了 还要去吃一下 好不好 他想的是 属古今风流人物 淡看今朝 对 所以你身上多残忍 他宁愿吃那顿大餐 也不愿花半毛钱 2600块 220块 都不想花在蔡秘鲁身上 那要讲的 蔡秘鲁很妙的是 他又贴了他在整个 台中继选的样子 家徒四壁 对 因为各位 我们选举过都知道 那时候蔡秘鲁非常可怜 要人没人 要钱没钱 事实上他就是自己一个人 靠着一身膝 在那走来走去 而且各位你知道吗 刚开始他下去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愿意帮他嘛 他是到后来跟谁认识 跟红派的大佬 我们讲张青棠 那个议长认识之后 选举才慢慢开始起色 而慢慢开始起色的时候 终于办了一场大会 那一场大会底下 基本当都是红黑派 挺到底 各位你不要忘了 刚才民众党支出是多少 凌远喔 所以欢迎是 那整张的 谁在搬呢 都全部是蔡秘鲁 跟地方人士搭下去 日诗时休听的 但是 偏偏有一个人 脸皮特别厚 那个人叫谁 柯文哲 柯文哲那个时候 反而人说我要出现了 我要出现了 不用钱的 我终于来 不用钱的buffet 我要吃到肉 好所以惠臣 刚才讲的 今天蔡秘鲁出手了 你说这个崩坡 这个恩怨 其实本来就隐含 他内部的一个斗争 当然现在矛头烧向的 黄珊珊 跟你说 这是一步一步来的 现在的这个斗争 现在这个风暴 有刚才讲的 有黄国昌的一脉 有蔡秘鲁的一脉 还有刚刚讲到的 黄珊珊是见子柯文哲的一脉 是 我跟你讲 现在整个民众党 真的是为了后柯文哲 实在在大乱斗 第一件事情 你要看蔡壁如今天把话 讲这么直白 他讲 他说就是你这个总干事 黄珊珊你要负全责 不要像渣男一样 然后负责却又什么都不知道 他后面还帮人讲说 民众党现在有一组人会 害死柯文哲 所以他不是说 柯文哲你对我无情无义 你叫我上战场去打仗 却不给我一兵一卒 却不给我任何子弹 而且我没有在 我虽然去打败了 可是我还活着回来 你有在那边 就是盛情的在款待我吗 没有 连那个尾牙 慕年会都不让我吃 而且今天讲的 我觉得也太悲惨了 就是我们这些 帮你打仗的人 我们帮你去申请款项 申请款项都是no 这个什么no 就是有一组人 把你说no 这组人是谁 就是以黄珊珊为主 然后他讲说 你不要跟渣男一样 嘴巴讲的跟作为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记不记得 选后一度有传出说 蔡壁如要回到那个党中央 后来不是又没有吗 前一截子又有传闻 传出什么 蔡壁如要回到那个民众党 当副主席 后来结果又没有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是这些东西 你要把这些讯息 全部都连接起来 这连接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一件 很有趣的事情 这一个所谓的监察院 现在整起的这个风暴 我问你 7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上网了 为什么风暴 没有在7月份的时候烧起来 是在8月份的时候烧起来 为什么 因为有人故意要等到 7月15号 立法院休会的时候 才针对整件事情掀开 为什么 因为他锁定的是黄珊珊 他要狙击的对象是黄珊珊 所以趁休会期间去修理黄珊珊 黄珊珊这个时候 如果我今天要进行搜索 我要约谈就没有立法院的保护伞了 是 所以这个整件事情 其实一开始就有人讲说 这个整件事情不是所谓的 什么谁擦 其实就是民众党的内斗 有人透过媒体的力量 把整个锅盖给掀了 其实掀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锁定的是 就是认为就是你黄珊珊 旗下正义脉的食乐 那个尼奥 这个体系有问题 然后呢 只是后来大概刹来刹去 刹来刹去 变成是说 你那个木可这个公司 好像变成是柯文的洗钱中心 才整个都炸锅起来 那我觉得现在有趣的一件事情是 蔡碧如其实现在已经 锁定的非常清楚 她在8月12号 8月13号的时候 连续讲什么 她还讲到说 哎呀 这个是不是旁边有人 故意让柯文哲忘了出心 所以她现在其实还一直是 有点还是在帮柯文哲讲话 但锁定的对象是谁 锁定的对象 其实就是剑指黄珊珊 然后除了蔡碧如派系是 剑指黄珊珊之外 现在连国昌 她刚刚讲的陈婉慧 其实也是剑指黄珊珊 所以你现在会看到 反皇势力是以蔡碧如 跟黄国昌为主 但是黄国昌 你看有没有 是否受人影响 受谁影响 对忘了出心 然后我跟你讲 这里面最有趣的是什么 现在就很清楚的是 蔡碧如的体系 跟黄国昌的体系 都是要逼供黄珊珊 但是黄珊珊这一脉 逼供的是谁 指的是谁 叫谁当代罪 也不能讲代罪 叫谁出来顶 就是叫端木正 那我现在问你 那到底柯文哲跟黄珊珊 你认为他们现在怎么样 柯文哲有要黄珊珊死吗 有要黄珊珊还顶吗 其实没有 因为柯文哲 今天在受访的时候 还讲了一句 就是人家说 是不是应该觉得 蔡碧如 黄珊珊应该辞立委啊 她说先稳住 先稳住 她还要保护黄珊珊 对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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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两个现在是共犯结构 你如果黄珊珊 我让你连立委的身份都没有 你当黄珊珊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我只能死命的反扑柯文哲 所以这才是变成 为什么柯文哲跟黄珊 他们是共生关系 也是共同毁灭关系 还有一件线索 你们我觉得 蔡碧如有趣的 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个蔡碧如 成立这个智瑶公司 可能是为了要取代木可的呗 可是很有趣 因为民众党党中央的人 人家说 那人家公司登记啊 你们知不知道这件事情 民众党说我们不知道 民众党不知道蔡碧如 拿着他们民众党的这个地址 去登记治疗公司 陈佩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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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着柯文哲跟陈佩琪 在这个隐瞒 就是整件事情 不让民众党的党中央知道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在提防谁啊 是不是柯文哲已经知道 在整个民众党里面 有人在搞仗 有人在搞事 所以呢 他要开始拉起陈佩琪 这个部分来取代 而且想要铲除相关的势力 好 初培 如果今天刚刚讲的 如果蔡碧如知道党中央没钱 我也不用炒嘛 他说党中央很有钱 刚刚讲的捷余款六千多万 再加上刚刚讲 你的装潢费用可以加好几倍 你的录影费用可以加好几倍 你今天的所谓的餐饮 光是吃饭 可以九十六万 别人不知道 蔡碧如一定都知道 结果你这么有钱 而且今天 柯文自己讲 有两千多万兜不上 两千多万兜不上 代表什么意思 有两千多万的账爆掉了 根本没有发票 根本就可能放在口袋里面了 所以蔡碧如才会火大 蔡碧如火大就代表 整个民进党 整个这件事情 民众党内部的纷争跟冲突 才会爆开来了 是啊 为什么两千多万兜不上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奇怪的 就是钱出去 但单据却没有进来 这是非常荒唐的 开过公司 或者是在公司上班的人都知道 你跟会计拿了多少钱 你就要补多少发票 对不对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SOP 在民众党号称公开透明 最讲求SOP的柯文哲团队 居然做不到 对不对 昨天还发生所谓的 这个960110这件事情 四叉猫不是查出来吗 对 一个单据是去年9月的 一个单据是今年的单据 9月的单据 去年9月的单据 跟今年的单据 为什么会一起做账 对 不可能嘛 因为徐福讲说 刚刚一个是960块 一个是110块 因为我一起爆账 所以我不小心Key在一起 Key在一起 才变成960,110元 可是不对啊 你的时间不同 你根本不可能同时Key啊 是啊 有爆账的人都知道 你爆影所税的账的时候是怎样 两个月爆一次嘛 对不对 所以你去年的9月的账 早就应该要归党了 为什么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再拿出来 完全没有几率嘛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是过去柯文哲的所谓的 政治诚信的招牌 完全毁灭嘛 不过我告诉你 蔡壁如因为之前呢 包含她去担任这个 所谓的不分区 甚至传出讯息 她要挑战柯文哲 这个党主席的这个位置 让柯文哲跟她越来越远 后来让黄珊珊取而代之嘛 那取而代之之后 黄珊珊绝对知道 蔡壁如的手段 写低子非常凶狠 所以她就把她驱除出境 让她离开的这个位置 那蔡壁如有没有想要趁这个时间 回到柯文哲身边 回到民众党中央 当然有嘛 她想回去 当然想回去 而且她现在出招最狠 蔡壁如最知道柯文哲的灶门是什么 是钱嘛 是钱嘛 你对柯文哲重视钱 柯文哲也重视身边的人 不可以乱搞钱嘛 所以你看喔 现在传出来是什么 传出来是去年在台南封街造势 花了475万 郭国文出来讲说 我们民进党也办了一场啊 2000多人跟你封街的那个 那个评数差不多也是都2000多人 我们只要不到20万 你为什么要花475万 而且这个厂商是谁 这个厂商是黄珊珊的好朋友 倪奥办 对 所以蔡壁如从这个点出手的原因 就是要去拨弄柯文哲 对黄珊珊的信任嘛 要去拨弄柯文哲 告诉柯文哲说 黄珊珊有恶搞喔 有搞钱喔 所以不要再信任她了 可是呢 可是呢 柯文哲有没有中计 有没有上传 没有嘛 所以柯文哲就是刚刚讲的 柯文哲继续护航黄珊珊 还要护黄珊珊 她今天接受访问的时候说 不要添乱了啦 人家问她说 那个黄珊珊 辞掉中央委员之后 大家好像都不满意 是不是要叫她辞立委 辞不分去立委 她说不要添乱了 所以今天蔡壁如再讲重话 再讲说你根本就是政治渣男嘛 你根本搞不清楚嘛 所以她非要让黄珊珊去之不可 是 没有错 而且你看她包含也集结了陈婉慧 陈婉慧是谁 陈婉慧是过去民众党 放在宜兰选立委的人 过去她是民众党党团的主任 党团的主任跟谁配合最好 跟蔡壁如最好 所以她今天她昨天接受访问的时候 也出来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说 黄珊珊要负全责啦 所有的账就全部她搞烂的 所有的人都在猛攻黄珊珊 但黄珊珊能不能走 黄珊珊会不会走 我告诉你黄珊珊不能走 黄珊珊也不会走 就如刚刚所说的 黄珊珊是等了多久才当上立委啊 她在议会 当了二十几年的议员耶 好不容易现在总算让她当上立委了 才当了一年 你要叫她下来 而且你这一次叫她下来 她是政治生命全部都没有耶 她会不会跟你拼 会嘛 而且甚至现在 不只黄珊珊 还有人开始要切割李文中耶 李文中是蔡壁如之后 掌握柯文哲所有的金流 所有的人脉 最重要的一个人 如果柯文哲身边的人 现在开始斗争 这个李文中跟黄珊珊 让黄珊珊跟李文中离开 我告诉你 民众党就整个灭党 因为他们如果变成他颗黑 我不认为 是柯文哲能够承受得住的 不是 现在最大的大戏都在了 都在看民众党的中平会 民众党的中平会 会不会取消黄珊珊的这个党籍 或者是把他提权 提权以后 他的不分区就没有了 如果黄珊珊的不分区没有了 整个民众党内队的权力 就会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会吗 民众党明天上午11点钟开中平会 中平会就一个议题 就是黄珊珊跟李文中 其他通通没有别的议题 那这个议题的处理很简单 就是到底开闸到什么程度 那今天当然柯文哲用主席之尊 在门口已经讲话了 那讲话那民众党的委员 这中平会有七个委员 会不会通通听柯文哲的 我也不知道 可能有各有各的想法 可是这个党不是柯P党吗 柯P党可是这个部分 中平会这个部分 他们现在本身也看柯P很衰啊 柯P在倒霉鬼的时候嘛 所以柯P讲话在党内 会不会一定有效 也不一定嘛 而且明天的处理的话 据我们了解的话 他就是在表决嘛 他表决里面的话 在表决结果如果说黄珊珊 是表决被开除就开除了 对 那开除可是 要不要解除这个立法委员的身份 来讲的话 中央党部可以摆得不动啊 可以拖延时间啊 他可以拖啊 那问题是你要倒过来看 是谁主张把黄珊珊跟李文忠 移送中平会 柯P 是柯P交办的嘛 因为他党内有程序 主席可以交办嘛 那主席交办的时候 当时的心态里面 要不要开除黄珊珊呢 是有要有这个想法啊 真的假的 当然是有想法 不然他丢这个东西出来干什么 他在愤怒之下丢出来了嘛 他本来认为他昨天就被收押了 你知道吗 他昨天一看 不是今天 所以他觉得今天又呼吸了一口气 呼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 然后就回到 刚刚这个慧珊讲那个逻辑啦 什么逻辑呢 他们互相有共犯结构嘛 如果从我柯P嘴巴里面 把你开除掉了 你一定又变成第二个会计师嘛 端木 变成这个端木正 搞我 对不对 你就搞我嘛 因为黄珊珊对柯P的杀伤力更大 对 因为他三大案他都有份 黄珊珊是三大案的 台北市就有了 对 三大案的共犯结构嘛 他每一个案子里面 只要有副市长签的 大部分他都有签 那我也讲很坦白嘛 黄珊珊 沈静晶跟柯P 三个都好朋友嘛 这金华城跟黄珊珊怎么没有关系 当然有关系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光让柯P想到这个 这个他们一起三个人在一起 那个图像 柯P那个眼睛可能要眯成更细条线了嘛 所以黄珊珊知道 在两年当中知道 有太多柯P的秘密嘛 那柯P不是他妈妈讲的说 我们儿子很乖啦 都不会去品学兼优啦 他妈妈不了解柯P嘛 那柯P确实有犯法的事实嘛 他没有犯法 中华民国法律有办法 把他犯贪污资罪条例办下去吗 不行 有可能收押吗 不可能 都不可能嘛 所以这个党的品牌整个全部 他的存亡都细于一念之间 完全跟柯P百分之百挂钩嘛 当这个柯P出事情的时候 党就崩盘了 谁当党主席 谁怎样谁怎样 都没有意义了 蔡碧如也没有意义了 所以黄珊珊会不会一起去坐牢 会不会一起变被告 不知道 但是黄珊珊的能量 政治能量 一夜之间也马上就丧失了嘛 那这个事情 为什么一定要这时候动 你知道吗 因为九月份以后立法院开议 立法院开议这个会期 什么会期 要审查什么 预算 预算会期嘛 你知道吗 一定要把民众党干掉嘛 干掉你这八个立委 你敢动吗 不敢了 你表决你这大声讲话 偷笑都没有用 对 你说蓝白盒就没了 现在大家是今天以前的民众党 当柯P收押以后的民众党 大家可以吐口水嘛 因为未来的起诉书里面 会有更多内容出来 现在都是我们的推论 或我们看到有些边缘东西 未来会奴隶的 起诉书会讲得很清楚嘛 就算不起诉你 也有讲说你弄多少钱 为什么不起诉你嘛 大家这个时候都不要跟他 去比口水大战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是原来他 我确信他要开掉黄珊珊 但是现在他没有收押以后 那有一点变化 那这个变化今天晚上我了解 还在处理中 明天上午11点就知道了 我们看到现在民众党 面临了一个灭党之灾 我们现在看到了柯文哲 他现在嘴巴已经不联络起来了 他现在嘴巴一开始结结巴巴 而且看到他跟他的太太 两个人眼睛肿得像球一样 整个党如上考评 整个党没有人笑得出来 可是有一个人竟然非常的开心 都不看这张照片 这是近周刊 说现在他在6月20号的时候 这把黄国商6月20号的时候 如果你不看这里 你会觉得你的鱼桃干瓶 可以从侧拍的时候 他的嘴角居然惹不住向遥 搞了半天是 你这样看起来 我非常的难过 可是整开起来 他笑开了 都知道吗 这是此时此刻 我们现在录影时间7点07分 他跟光琴阿杰反抗军 你看到没有笑得这么开心 还有他上我们友台节目的时候 大家怎么去称许他 我们看到 我们的沈大老长 以后他的责任就重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柯文哲人设崩盘 民进党毁了以后 主席干坏人 开始去捧那个黄国商 你看黄国商的脸 不敢有任何表情 想笑不敢笑 想哭不敢扑 所以雨萱 你说表情说明了一切 当整个党如上考评 当整个党有灭党危机的时候 竟然有一个人忍不住他的笑脸 本来大家都说哀惊勿喜 现在理论上来讲 民众党的就是这个时刻 大家必须要非常的哀伤 非常的沉默 但我不怪黄国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真的忍不住了 好爽啊 我的时代来临了 对 这张6月20号的照片 就是黄国商 现在最好的写照 明明知道了 不能偷笑嘴巴 在把他微微遮住 但是你转到旁边 突然发现嘻嘻嘻嘻嘻嘻 笑得不可开支 为什么 因为各位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是黄国商正在上 黄光琴的影片 你有没有看到 这个表情 敢有透透 现在合适吗 应该有这种表情吗 整个党快灭党了 整个党有这种所谓的 覆灭的危机 你还笑出来 我就问一件事情 你有看到柯文哲最近 有任何笑脸吗 没有 陈沛琪有任何笑脸 没有 你是我的头人 连黄珊珊都没有了 你大哥都没笑 结果你小弟 怎么笑得这样 厉害 我想想 理由很简单 因为现在民众党 这个灭掌之灾 你知道当所有人 包括黄国昌 除了之外 谁 柯文哲 陈佩琪 陈志涵 黄珊珊 周宇修 每个人都会被 这个风暴席卷 那谁不会 没有人 事实也是说对 大家都是当事人 对 那除了一个人之外 这个人就是黄国昌 那讲白了 黄国昌 请问下跟这个党务 运作有任何关联吗 没有 他在竞选期间 还有参与任何活动吗 没有 所以当所有人 都会被这个震惊风暴 许减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会信免 这个人就叫做黄国昌 那你说 不是啊 宇轩 信免就算了 他那么开心干嘛 平常也没有见他在笑 现在叫他不要笑 拼命一直笑 都忍不住嘴角上摇 理由很简单 沈大老已经讲了重点 他说 因为他以后的责任中了 你知道吗 这个才是关键话 为什么黄国昌责任会中了 我请问一下 当柯文哲进去关的时候 当柯文哲进去蹲的时候 民众党有谁可以撑起来 你说黄珊珊 不对啊 黄珊珊 现在已经被千夫所指 所有民众的小草 大家都公干他了 而且他的不分区立委 到底保得住都是一个问题 那人讲说蔡壁如啊 刚刚讲的 如果在野党 在野党只有一个权力核心 这个在野党的权力核心 就在你的立法院党团 所以谁在立法院党团 他才握有实权 你在外面怎么样子声势 你都撼动不了 所以 现在 他取得了一个最好的发球位置 好了 刚刚我们暂制是要讲究实力的 而黄国昌他兼具两种实力 一种实力叫做什么 流量以及人气 而这个东西是跟柯文哲 完全一脉相承的 过去大家讲说 柯文哲叫流量天王 结果有没有看到 柯文哲直播要去找谁直播 找黄国昌直播 然后呢 抱着大腿 做错了 会讲说 世人不明啊 在这边帮自己洗门风 那为什么 他明明在家自己开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去找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 拥有流量 再第二件事情 黄国昌拥有什么 实力以及声量 你不要忘了 黄国昌是紧接着在黄珊珊以来 民众党立委里面的二把手 而在整个蓝白河的过程当中 在推动国会无法过程当中 谁在推动 黄国昌 所以黄国昌 他事实上拥有实力 再来第三件事情 你知道黄国昌有什么吗 他在党内也拥有支持以及人气 不要忘了 我曾经跟陈王卫同台 你知道那时候陈王卫也对着我 他讲说什么吗 我是昌派 他直接这样讲 是假的 我是国昌派 所以你各位理解我意思吗 在民众党内部有一群人 早就不满黄珊珊非常久 而一当柯文哲的权力陨落 黄珊珊也跟着众箭落马 党内再无人手的时候 变得是谁会黄袍加深 被众星拱月当上党主席 所以各位你现在搞懂了吗 为什么黄国昌喜到笑容藏不住 因为他有大好前程等着他 不知道 你说整个表情 他就有他的政治意涵 今天黄国昌刚刚讲的忍不住笑 忍不住笑 真的代表他的时代来了吗 真的是磕下皇上了吗 我不认识黄国昌这个人 但是我从侧面最近有一些民众党的小朋友 告诉我黄国昌的情况 他们的判断 黄国昌百分之一百会出来参选 补选党主席这个事情 不会错过这件事情 他会党主席 为什么呢 但黄国昌根本认为他是台湾 最适合当总统的人 所以黄国昌今天他笑也好哭也好 他的内心是充满了自信 他觉得他是未来台湾的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曾经他也想 如果说你不要看他当党主席 如果他是在民众党在28年的话 2028年是有门票的 对 2028年党主席 或是说28年的总统候选人找谁 柯B坐牢去了 那这些找一个人出来选总统 就完成了黄国昌的总统心愿 他有总统梦 大家不要搞错 难怪跟你讲 他为什么后来跟蔡英文闹翻 在蔡英文闹翻的时候 就是在总统那一句里面 他讲了一句话说 如果我今天跟蔡英文辩论的话 蔡英文会比比撞 你就知道他有多么自信的 对 他非常的自信 甚至于到嚣张的程度 但是我们也看过来 他这段时间跟国民党的合作 整个过程当中 实在是政治能力是 实在是不怎么样 应该这么讲 你知道政治能力很烂 所以我是建议说 因为我 所以我也推荐另外一个人 管长也可以考虑来选党主席 或他们两个合作 但是黄国昌这一意义 不会缺席 另外一个人你要注意 谁 蔡碧如也不会缺席 因为蔡碧如 所以说民进党内要产生 補选党主席的人选的话 黄珊珊已经出局了 黄珊珊现在的形象已经垮掉了 对 就算她存在 继续担任立法委员 你觉得黄珊珊 还能够呼风唤雨吗 不能吗 没有能力的啦 完全没有能力的啦 你知道吧 因为真正这个党的第三点 缺点在哪里 就完全听命于柯碧一个人 对 那这个黄珊珊现在很可怜嘛 黄珊珊今天搞到 今天的政治这个程度 她的存在与否的价值 完全在柯P的一念之间 那这个任务怎么干 这个我从年轻人 看民进党看到大 对 我们每一个都是老大 谁甩谁啊 对不对 大家都是老大 各有山头 各有实力 所以他们这批人 黄珊珊是没有实力的人 万一她被柯P干掉就没有了 对 那她怎么样去跟 那黄珊珊怎么去跟黄国商斗 没有办法斗吗 没有 你看这两天的荒腔走板的表现 如果真的弄一个党主席 选举的补选的一个辩论会的话 那你认为 你认为说 你认为黄珊珊会赢吗 不会 所以整个讲法目前看起来 如果从党内产生的话 我认为黄国商的意愿会非常的强 但是黄国商在民众党的时间 太短太短太短 所以短道跟民众党的一些的 所谓的资深干部的距离是非常遥远 所以我认为这中间还充满了变数 而且根据他们规定 你要注意 他是在先要选出一个代理党主席 然后第二个 代理党主席选出来之后 在六个月内完成改选 改选是把柯文哲的剩余的任期补满 那柯文哲的任期是四年 是到2028 所以他补满了 剩下的两年多任期 所以这中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运作 最少有六个月以上 那六个月在台湾 六天都有变化 搞不好柯文哲六个月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对不对 你说英魂不散 他别人不干 我老子就是要干党主席 我烂也要烂成党主席 搞不好二八他还要选一下 报仇 跟赖清德 来一个基督山恩仇记 然后柯P报仇 报仇选战 对不对 这个怪事都会发生 因为柯P认为民众党是他的财产 他从来不认为有任何人可以当党主席